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方选手是中国的李子凯 俄国选手他们教练团 熟悉的是泰玄和桑博 桑博是他们俄国国家的一个武术 就像中国的一个散打一样 我看到过很多俄罗斯的中国格斗才是水平挺高的 两位都是年轻人 一位19岁 一位21岁 这Pasporin平常就是听音乐 带着耳机 也不太讲话 那上场 蛮凶悍的 双方在这儿拼拳 那Pasporin手长脚长 他擅长用走席攻击 不过目前是不能用手走的 绕到对方背后也是他擅长的一个技法 这是自由搏击的比赛规则 可以用吸 但是不能用走 Pasporin还有一个特色 如果你要接近他的话 他会直接把你推倒 因为他推的力量也相当的大 第一局双方需要互相了解 各自的技术特长 我看南方试图打个走好像 他太习惯用走 李子凯的拳是比较好的 但是现在并没有完全被打错 李子凯曾经跟郑兆玉打过 当时他的拳队组合是做得比较不好 这一次比赛他拳队组合很明显进步很多 上一次的比赛的话 李子凯打得很舒适 差点赢了维克托 他要做一个跳踢 他有点冒险 这个跳踢有打到这个蓝方卷手的肋骨 很重 因为是用跳踢的方式 正针腿可以 但我觉得蓝方选手也非常的硬 对 他的这个前进带一个膝状 你能感受到 即使踢到他的肌上 他没有拍到的话 有点可惜 撞到了这个红方选手的宽骨 撞到了骨头上 杀伤力小了一点点 双方还在做这个事态 可以适当打个反局 蓝方选手先打个反局 鼻子可能出拳了 中方选手 好 比赛已经开始了 李自凯在上场前做了一个怒吼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提升式气的方式 他必须提升式气 第一局我觉得他并没有打开了 对 这个被接腿摔 太可惜了 这个蓝方拳手也很硬 对 不过李自凯的特色是他的意志力相当的坚强 即使之前被这个Victor压着打 但是他一样没有放弃 虽然脸上都有痛苦的表情 但是他一样坚持到底 自由波及比赛实际上是不太让爆摔的 另外爆摔其实也不占便宜 消耗体力 但非不得分 对 不过一进到爆摔的阶段 双方可以很直接的感觉到力量 是压过对方还是背对方的 是这样的 是角力的过程 对对对 一接触大概就知道了 像我们也有一位选手 跟国外的选手一比 一爆摔 然后大家就知道 只有这被推到很外面的擂台外面 这是一个 这是外德河 实际上是个吃货子摔角 对 现在李自凯的攻击有点单一 应该做这一点 对 李自凯现在没有找到打击对方的方式 我觉得打得有点被动 他的前灯刚刚做的有点没有威力 他的一个低扫腿也没有扫 打这个打得有点盲目 李自凯没有打出来 又背对对手 也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 对 背对对手 李自凯应该是做好防守 但是呢 做好打赢机的准备 应该有有效的赢机 就可以阻止对方的这种进攻 对 李自凯打得还是挺被动的 对 蓝方选手的西状 可能也没有做得很流畅 要做不做了这样子 走 李自凯打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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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蓝方选手的西状 准备的力啊 似乎都是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 现在只剩下30秒 转身过来 蛮漂亮的 压着打 继续 我听到李自凯的吐气声 他尝试地调整一个体力 现在有点党不住 对对对 这个方比他更硬 这个情报的非常紧 我叫 Clinch 整个把头都夾住 不要丟起 一二 走 別動 李斯凱這樣抱是有點奇怪的一個做法 剛剛在休息的時候雙方教練在對選手的照顧方式不太一樣 我覺得對方的力量好像對方的力量更大一點 對對對 這個後手中旋非常重 對方在打後頭之前 要把手拿起來防止對方的後頭中旋 李斯凱的拳應該是挺好的 但今天我覺得沒有拉面場 他也有彎兔 只是打到後腦有點超過了 打得有點亂 對 主要在對方的壓迫下有點髒 這一回合一開始李斯凱看起來體力就有點耗盡了 有點太早了 這樣對他來說有點危險 太早做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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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對 好 對 李子凯反而自己的重心抓得不好 被壓到的腳位 李子凱好好調整一下自己的節奏跟體力 剩下最後的56秒 這個1-2打得不錯 李子凱可以打前手百拳 他的1-2後最好再接一個東西 會比較好 又差了一個 他就是原地的1-2 你沒有前進是打到原的 而且其實打到力量有成功 對 你要前進1-2再加一個前手勾拳或其他的動作 還是一樣1-2 老招 這樣的話不容易集中對手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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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他勝券在握 挑舉他的雙手 好 全場都幫李子凱加油 有 有玉樹林峰外號的李子凱 有玉樹林峰外號的李子凱 打了一個 後手以後應該有 這個重拳太重了 讓李子凱整個失去重心 不錯不錯這個應對不錯 時間到太可惜了 這個比賽 這個比賽 比賽結果 藍放射 And the winner is the blue color fighter 和火砌 混合進來 這兩 RICH